請拉彩球 拉向彩球 專為東式新丁板節寫出的對聯 印度點聯 也為活動揭開序幕 揭開重打120台金的龜板跟陶板 也象徵今年的新丁板節 也注重良性平等 而接著台中市長林佳龍 又為吉祥物物猴點金 祈求猴年世韻昌隆 隨著時代的變化 我們不只有龜板還有陶板 代表兩性平權 所以今天在座的女性 在我們客家文化裡面 也有立足之地 新丁板象徵的就是新的希望的誕生 不管是陶板 龜板 生男生女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件非常歡樂的事情 列入全國客庄十二大節慶的東式新丁板節 21、22號在東式客家文化園區登場 也吸引了大批民眾參與 而由於最近才被網友評選為全國客庄十二大節慶的第一名 因此在遊行采集的活動上 主辦單位更加碼邀請到日本、香港跟中國等團體來參與表演 而隊伍是多達了四屬隊 而另外在攤會上更是安排了客家物DIY 讓民眾可以感受到濃濃的客家味 道歉 因為我不曾縫到 我不曾看到這個東西 也不曾縫 所以要體驗一下 高興啊 我常常縫衣服 所以我很快 他們兩個都會沒有 很特別的體驗 對 我們只是想不到這個花 第一個就是求子求女如願 感恩還願 祝福資訊的分享 以及祈求平安和諧 這是他的核心價值 去年還在網路票選得到了人氣指數第一名 所以我們很珍惜一定要把它辦得更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遊行隊伍照遍東市的大街小巷 不僅是凝聚社區意識 更彰顯了客家文化的意義 而更重要的是 也讓街上潔心變坡的文化脈絡 走出了東市客家庄邁向國際 就這裡見台中採訪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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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普通地的房間 就是我們這裡見台中採訪 我們這裡見台中採訪 又是有點好 財產 我們的房間